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香港警察在今早 突然之間針對香港的民主派人士 展開了大搜捕行動 至少拘捕了14人 其中還包括一些民主派元老級的人士 包括了民主黨的創黨主席李柱銘 前主席楊森 前主席何俊仁 前中委蔡耀昌 善仲佳 前立法會議員歐樂軒 社民聯的主席王浩銘 副主席梁國鴻 秘書長吳文遠 工黨主席李卓仁 前立法會議員何秀蘭 民陣副召集人陳浩媛 以及公民黨的前立法會議員吳靠儀 據了解他們牽涉到 在去年8月18日 10月1日和10月20日 公眾活動有關 其中8月18日 就是反送中運動的流水式集會 10月1日因應警察發出反對通知書 於是 李卓仁 何俊仁 梁國雄 和陳浩媛 以個人身份 呼籲市民上街 至於10月20日 九龍區大遊行 當日這個水泡車 將藍色水射中清真寺那一次 今早警察突然之間 展開大搜捕行動 他們背後的目的是什麼 黃之鋒有他獨特的看法 他就說 可以預料 這十幾位民主派人士的電話 法庭都是極有可能 一如既往地 批出搜查令 容讓警察使用黑客軟件 破解他們的電話 按照目前法庭的入罪門檻 未必十幾人都會判罪成 但是 單單使得警察取得這十幾人的電話 能夠讀取他們所有WhatsApp 和Telegram的對話 以及看到所有手機照片 定必大大增加了警察情報網絡的完整程度 所以根本上罪翁之意不再走 就算拉完告不入也好 只拿了李柱銘 黎智英等政治人物的對話 都已經是夠大鑊和瘋了 你說大陸的情報機關和香港不是互通 說都沒人相信 怎麼都好 法庭批出搜查令的門檻 是不合理地寬鬆的 就一於看看警察會何時申請破解這十幾部電話 法庭又會拖到何時 先肯排期處理 他和周庭的司法覆核 香港人又會再對香港的司法制度有新一層次的見解 至於在國際言論方面 要知道拘捕被稱為民主之父的李柱銘 以及獲得美國副總統和國務卿接見的黎智英 一定會引來極大的關注 對他們三十年來在西方政界結識的老朋友 一定會就此表態 全球正受疫情所困擾 香港政府得閒到大手捕 為國際戰線輿論關注助言 相信疫情過後 國際間對中共追究的時候 香港問題必定是不能忽略的一環 警察的軍政府所做的一切 眾人定必看在眼內 其實黃之鋒的這個說法 都是不無道理 為何今早早突然會展開大手捕 那個時機上就是跟中聯版昨天的文章 最後一句所提到的埋單論 是相當吻合 這段文章是怎麼寫的 奉勸那些顛倒黑白內外勾結的政客 不要再為了一己私利損害香港整體利益 危害國家安全 否則最終總要為自己的行為埋單 今天就立即動 到底這篇文章是否向香港警察和司法制度施壓 大家可以自行判斷 第二件事就是 這次你猜到這個手捕 其實就是刮了林鄭一巴掌 在今個月頭的時候 林鄭就著《基本法》頒布三十周年 寫了一篇文章 裏頭提到一個非常奇怪的邏輯 她說 在2019年的時候 總共有超過一萬一千次的公眾遊行集會 比起97年的時候 足足多了十倍 故此證明得到 香港市民的自由是有增無減的 香港市民的自由 就是受到《基本法》所保障的 這個就是她的說法 現在就證明得到 根本上你就是要搞這個秋後算賬 就已經刮了你一巴掌 香港人的遊行集會的自由 哪有受到保障 另一 明明在去年8月18日和10月1日這兩次的遊行當中 都沒有出什麼事 相安無事 但是你也要把那些搞手全部拉回去 這就是在保障市民的權利和自由 在去年的時候你還懂得跪地棄豬 又叫又叫市民參加什麼社區對話會 現在索性連這些戲都懶做 現在不是搞秋後算賬 那就是什麼呢 第三就是反映得出 中美關係真的越來越緊張 今次就是李柱銘首次被捕 他身為民主黨的創黨主席 多次出席過美國國會的聽證會 在外國又有香港民主之父之稱 但是現在完全是不給面子拘捕 當然目前不知道 到底是他干犯了什麼罪行 因為都未曾公佈出來 但是李柱銘從來沒有做過遊行的搞手 若然他只不過是參加遊行都要拘捕的話 很多市民都要拘捕 豈不是會造成這個寒蟬效應 而且為什麼只拘捕李柱銘一個 是不是因為他名氣夠大可以震懾到公眾 正如黃之鋒所說 你拘捕李柱銘其實就是預了在國際輿論上會有所反彈 到底拘捕李柱銘這個決定 是純粹香港警察做主 還是背後有人指使 大家可以自行判斷 至於第四件事 其實就是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問題 香港警察以為抓了這班民主派的元老 或者重要人物 就可以震懾得到市民和年輕人 以為他們以後都不會再出來抗爭 遊行 示威 集會 這些純粹就是癡心妄想 那裡有壓迫 那裡就有反抗 你要人心去信服你 你是要推行德政和人政 而不是依靠暴政和人治是可以做得到的 正如戴耀廷教授所說 警方的大手捕 是不會阻嚇得到抗爭 反而就會令公民抗命變成常態 必定會擴散得更深更廣 其實是專制政權最愚蠢的做法 法治喪屍之說 不正自明 香港警隊淪落至此 終有一天就要向香港社會問責 戴教授可能是 坐完一陣子出來 似乎他對於香港的法治 就有更深一層的體驗 更加接地氣 至於建制派又如何落井下石 我們又聽聽一下 民建聯的餘龍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就說 民主派人士被捕就是池來的果報 被捕人士當中有不少都是法庭的常客 當然不是 起碼李柱銘和吳靠儀就不是法庭常客 然後他就大罵黃絲 他說 我現在很直接跟香港市民說 老殘就是沒得救的 你不醒 香港九月、十月和未來都在政治漩渦之中 香港還有什麼希望 這些都是你們自己選的 何俊賢議員 拜託你尊重一下選民吧 無論是投票給立法會也好 區議會也好 市民都是按照他自己的個人意願來投票 沒有人用枝槍指著他們的頭 逼他們選民主派的候選人 麻煩你尊重選舉結果 不要輸與打贏要 還有就是 給你這班人掌權下去 不單止九月、十月 九年、十年 以至未來 都繼續在政治鬥爭當中 經常口口聲聲說要 追求法治 口口聲聲說要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確切落實 其實破壞一國兩制最多的 就是你這班建制派 完全就不是按照基本法來行事 如果在下一屆的議會當中 繼續由建制派來主導的話 香港就真是沒有希望 更何況你何俊賢議員 有什麼資格在這裡耀文耀武 你是漁農界的議員 從事漁農界就沒有問題 只不過產生你這個漁農界的議員出來 就很有問題 你多極都是只有百多票 你有什麼資格代那些漁民和農民說話 又不是由農夫和漁夫一人一票投選出來的 你代表了業界的心聲嗎 你是代表農會和漁會的主席的心聲 你出什麼聲 只有那百多票有什麼民意的認受性 這些人是不知醜的 然後葉劉又怎麼說呢 他就說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這句麻煩你浪費 法律面前當然不是人人平等 當然是有部分人比其他人更加平等 這個大家都知道 他還說 相信警方的行動是基於證據 認為不應該將事件政治化 有沒有證據 還是砌生豬肉 現在就未曾知道 只不過你說不要將那些事件政治化就浪費了 本身都是因為一件政治事件 就是這班人去了搞遊行 或者參加一些遊行 你警察就將它拘捕 這件事的本質本身就已經是政治性了 要不要將它政治化嗎 葉劉 真的麻煩你了 清醒一點 在議會當中 還說學人做兩會議員 希望有些有心人可以將這些言論輯錄 接著就發佈給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相關委員會 等他做年度檢視的時候 一拼來看看這班傢伙 到底有沒有打壓民主 以及剝削人權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